陪葬 国安警还在做一些骯髒骯髒的事 今天又在搞孜峰契妈 孜峰契妈叫余子欣 这个契妈多少岁 为什么这么快做契妈 我不知道 但是她是圈内人 圈内人称她为余子欣 就是孜峰契妈 主要的问题不是她和孜峰有关系 就是因为大家同一个圈子 她和孜峰朋友 同时间当然是和罗冠聪朋友 今天你不要只说禍不及妻儿 妻儿都说直系亲属 现在你上契也不行 上契也要搞咎你 就是诸十族 亲朋故利 现在你上契 你不是红线 你现在想牵连多少人 不只是亲属那么简单 我想是否小学同学都会搞咎你呢 以后做过罗冠聪 就是中学的时候做他班主任 训道主任 训道主任 小时候不教好他 然后株连你呢 是不是要这样 现在国安警察 现在太有空了 你现在邓炳强跟我们说 是吧 奥妙之处 就是做了才知道 几个物有所值 你这些混蛋 就是在伤天奈利 做了这些 骯髒骯髒的东西 做了黑社会 没有分别的 这些邓炳强 重点是条数 不可以公开 因为一公开的话 就会被人针对 被人知道究竟 政府还有没有budget 去维护国家安全 还好意思说奥妙之处 就是问他的问题 究竟有没有金钱来往 有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络 这些东西 大概是这样 其他的报道就没什么 但是让你知道 每天都有这些 国安新闻 搞到现在连 即建制派都看不过眼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海龜 现在在立法会里做议员 张恩宇 他不是海龜 他是港票 港票 他还要是八三一帮胸 他是大陆人 那时候是港铁做的 八三一太子站大堂经理 当时是他负责 停车车 然后引警察进去打市民 现在大家不是怎么提 但是你一说起他 一定要继续提 这个人 就是这件事 同时间 今天要处理肥佬黎案 黎智英案 因为现在李运腾很不空 他今天将黎智英案 就是要押后 原本就是九月很快开審 但是 九月二十 九月二十开審 二十五日开審 原本那天开審 是基于一个 假设 就是你起码 李运腾 是红包丫姑 现在做这些国安法官 国安指定法官 不是个个都可以做到 所以你要排期 这些国安 我想他现在都很后悔 他是不是迟早会变成为民 是政府叫我做的 因为我看到今天 很不老例 对着那个狼养周天南 很不老例 今天就说 今天主要就是 杜丽兵 处理黎智英案 开庭 今天他做的那个 叫做什么审讯 不是审讯 那些就是 那些叫管理聆讯 案件管理聆讯 在高院又搞管理聆讯 那 就 田问卷对事实 那类 就是那些审前的准备 做这些什么 以前一号黄庭有 有说过用来做什么 OK 那他就 今天三个主审的法官 就聊天开会 就在商议完之后 为了要给 足够的时间 给李云藤 去审结初选案 而且要令到 双方都有足够的时间 去准备审讯 所以 就建议押后 去到12月18日开審 那预审日期 大概是80天 都很长 现在你计80天 你乘回2 就差不多了 你想想 例如 现在说的47人 我都审计超过100天 原本是90天的 这些跟大八丈工程一样 一定超支 我之后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超支 因为 我觉得现在 李云藤 想捏死周天行 周天行 作为控方代表 他今天就跟他们说 准备了5000页的证据 5000页的证据 5000页的证据 審死你那些 真是叫審死官 李云藤很关注 你5000页证据 你老母 现在我47人案 我心想 是否要我法庭 要越南每一页的文件 周天行就说 他会尽快完成 那些翻译和呈交文件 你不要跟我说那些废话 李云藤再问他 你现在那些文件 是不是全部 你怎么说 你会做 那些文件 有什么 五千页 要我 就像是在搜索 那样 你老母 现在我47人案 我已经是很火滚了 是不是 李云藤也好 你什么 陈慶伟 你 还有陈仲恒 你常说 鱼毛饮血 不想再 再咒这些 鱼毛饮血 生吞活摸 好像野人 吃人族 連火都不敲過 然後就叫我不斷嘴下去 說到尾就是給重點 周天行就說 我會對文件進行簡化 你要簡化多少 五千頁可不可以變成五百頁 現在我們做節目 我們不知道怎麼搞 你現在多嚴重 今天開庭都在說 有沒有得拿期 有沒有得拿期 讓我遲些開審 現在四十七人案 審到我就好像壓力煲 立場案都超時的 三十天變六十 現在呢 我現在四十七人案都還沒搞定 你現在又做到五千頁文的證據 這個黎智英案 最糟糕的就是 你要我這麼認真審 都是走過場 就是你老母 最後你已經 那個判詞 其實是中聯辦社 就是港澳辦社 但是我這樣說 共產黨是沒有規待你那些法官 我經常都要強調 一件事 你運騰到時候 你那些OT錢你有沒有收 那你有嘛 那就不要跟我說那麼多 現在呢 今天呢 唉 我見到都覺得好笑 但是呢 我們都 我們都不可以太開心 因為我們跟他一起審 Win Brecker說 不用怕 到時候就叫道理兵幫你頂了他 Petrial Reveal Win Brecker是不是就是業內人士 是不是都是法律界人士 似是啦 我看他應該不只是看一號皇庭 這麼簡單 說這些話 怕什麼 道理兵 連志英應該坐在中間 你運騰都是答單的 關文慧呢 他說關文慧條PK又做外聘檢控 暴動案又做47人案 和黎智英的辯方 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現在關文慧做了黎智英的辯方 背立其律師事務所 關文慧 這個是不是指派律師 又不是 如果你在貝立其律師事務所 觀派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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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他也有說話 關文慧就說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你又要退期 又要拿期 我之前我自己預好 的行程給你 又退期 你現在喜歡又退期 你想怎樣 你看到今天 主要就是 給他拿個期 給李運騰 多點時間去準備 誰不知真是陷家診 我愈給你多點時間去準備 你就在那裡僭建 然後就多點證據出來 原本可能是一千頁 多點時間 你就做四五千頁 這次真是審死官 這個要看很多報紙 你看很多報紙 同時間要找一些專家證人 現在這宗案 控方周天行 準備了兩個專家證人 因為專家證人 他會告訴你 WhatsApp 這些社交媒體 如何運作 他要以專家證人的身份 告訴你怎樣煽動 怎樣煮死他 可能是警察 可能是這樣的 可以是這樣的 可以這麼荒謬 之前都試過 另一個專家證人 其實就是梁美芬老公 你有沒有 王貴國 就是成大法律學院的教授 王貴國 就是梁美芬老公 就會做一個 專家證人金手指 專家證人 就不是叫金手指 就好像劉志鵬 這樣 強行 堆砌一堆 出來 就幫你腦屈 這些人 這些人 就是山仔沒有屁股 這些人 沒所謂 反正他老婆 叫梁美芬 黃貴國 他做的事 就是要講述 那些制裁的法律影響 不用說有沒有影響 我現在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影響 你看一下 林鄭被制裁之後 依然逍遙快活 反而令到這些狗官 更加忠心 那些警務處副處長 做國安那個 那個女人叫什麼名字 劉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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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那個制裁 搞到他怎樣 他沒有說很慘情 他反而令到他更加堅定 更加愛國 一向都說 因為共產黨幫他們 搞定案件 是啊 所以我都說 最厲害的那個 就是 最厲害的就是 江頭戟 張建宗 張建宗 買樓自保 張建宗 他出名是公務員樓 是啊 做了五十年公務員 是這麼多個裡面 擁有最多物業的人 是啊 不過我覺得他那些 不是每個都做案件 去到他那些 基本上都不是做案件 就 收這麼多租回來 直接一炮過 如果你說 層層樓都做案件的話 中央呢 他要找人做這些 骯髒事的時候 就要想過 為什麼你要找這麼多人 因為離離去去都是 李雲騰 又是彭寶琴 都是熟口熟面的法官 姓陳有兩個 陳仲恒 陳家信 陳慶偉 三個 來來去去都理幾個 就是因為 如果制裁的時候 可以用完又用的嘛 就像八結布一樣 因為原眾初審法庭 就真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 一條人 彭寶琴 那些 上訴庭 裡面 一二三四五六六 一條人 你來來去去 我講來講去的 就是 陳慶偉 陳仲恒 再加上 李雲騰 陳家信 一定只有 那幾個 排高一點點 就是 杜麗兵 李素蘭 再加上一點點 就是 這個上訴庭裡面 用的 國安法法官 就是潘少初 彭寶琴 彭偉昌 關淑卿 周嘉明 只有幾個 如果再加上 終審法院 就真的只有 張舉能可以用 你不能選擇 OK